毛工部长陈振生表示 我国现在有能力自主生产手术口罩 能满足本地医护人员的需求 部长也说口罩不能单靠国内自产 政府将多管齐下增加各式口罩的库存 来看记者红宝灵的报道 毛工部长陈振生表示 我国从2月中旬便已拥有国内的手术口罩生产线 不过由于当时处于筹备阶段 当局选择不对外公布 部长并没有进一步透露本地的手术口罩生产量 但有现新产量将能满足本地医疗机构 与前线人员的需求好一段时间 他也透露 新科工程负责国内的手术口罩生产线 至于一般公众的口罩 政府将多管齐下从全球各地引进我国 确保供应来源多元化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灵报道